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65吗 有吗 70多了 70多了 看着不像 东勇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别死在里边 今天 我们打算去寻找一些新的不大洋的朋友 就是想去 胡同探访一下真正的老北京的传统的生活 来北京工作了也有 五年了吧 六年了 然后 对真正的老北京传统生活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 今天这一期就 以这个为主题吧 然后 期待遇到的 新的不大洋的朋友 上一次去胡同还是考试的时候 七年前考试的时候 去的胡同 后面再也没在去胡同 所以 一切都是未知的 之前对于北京的城市印象是 节奏快 然后 高成本 好远啊 胡同里的生活可能会更惬意一些吧 就没有 没有像 现在 城市里 大家节奏那么快 嗯 胡同里可能还是大爷大娘偏多一点吧 嗯 养老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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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我现在到的这个 前面是个大事烂的 然后现在走开 现在的话可能 老胡同的一个结合 还没有到真正的 真正的结合 我觉得应该是 下家都 我脱毛了 好了 我们东西来做衣服看 那这个这个 这个也不知道 我们这样的店叫 小公年 应该那是卖 就是 对 卖小口吃的东西 我们现在我们进去看 东西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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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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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